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活活把學生累沒命 廣東學生軍訓時過勞死因網怒 亞薩拜然承認誤殺俄副司令 俄民情激憤 外媒批普京響大事化小 里程碑 烏克蘭裝甲車突破俄羅斯東南防線 歐盟表示 70%擊斃烏克蘭人的高科技 通過中國到達俄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夫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9月23日星期六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下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活活把學生累沒命 廣東學生軍訓期間過勞死因網怒 名為李老師不是你老師的網友22日在X上發文表示 9月22日 廣東工商學院發生軍訓期間學生過勞身亡的事件 據稱 上午學生感到身體不適 想要休息 但是被教官拒絕 下午體能訓練時人直接沒了 獨立視頻人蔡勝坤22日在X上發文回應 學生強制軍訓是六四之後對學生進行強制奴化的一個手段 既有體力上的馴服 又有精神意志層面的奴役 讓學生的自我意識泯滅 集體服從意識增長 從而確保了幾十年高校平靜如水 當時為了懲罰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新生入學軍訓整整一年 一年軍訓勞役洗腦 人基本上都廢了 網友Flying Bobo留言 中國現在是軍國主義 軍訓只會是越來越重要 學生是極其重要的兵員 也有人說 誰對此負責 軍訓訓的是服從 獨裁社會特有的先決條件 扼殺人性的一部分 粉紅們又要出來說 是這屆學生的身體素質不行了 不是軍訓的問題 真是厲害 活活把學生累死 就問哪個國家還能找出來 太慘了 中國大陸軍訓始於60年代初 當時是經中共國務院批准 對全國53個大中城市的38所高等院校和70所高級中學 或中等專業學校的一年級學生進行了軍事訓練試點 但並未正式納入教學課程 從80年代起 在中共下達的文件中 只是高等院校要把學生軍事訓練納入教學計畫 因此部分學校恢復了學生軍事訓練並一直持續到現在 根據不完全統計 中國目前已有近500所高等院校 和近3000所中等院校開展學生軍訓 每年參訓的學生約佔年度招生的一半左右 亞塞拜然承認 誤殺俄軍副司令 俄民情激憤 萬枚批 普京響大事化小 在土耳其聲援伊朗默許之下 亞塞拜然19日向境內分離主義地區 納格爾諾-卡拉巴赫納卡區發動閃電般的反恐行動 24小時擊攻破亞美尼亞裔分離主義部隊 隔日 亞塞拜然總統阿里耶夫宣布已成功收復國土 新頭科報導 亞美尼亞官員則聲明 交戰雙方在俄羅斯駐納卡區維和部隊的調節下 達成了停火協議 該區扶植的阿爾查赫共和國宣布投降 然而 亞塞拜然在軍事行動告結後 20日當天卻傳出 包括副指揮官科夫干在內的5名俄軍維和部隊官兵因遇襲身亡 21日 克里姆林宮於新聞稿中稱 亞塞拜然總統阿里耶夫 已和普京通電話 救助納卡地區俄軍遇襲身亡儀式 向普京致歉並表示慰問 該通話被視為亞塞拜然常任暗害俄軍人 俄羅斯民族主義分子則鼓吹莫斯科予以強硬回應 襲擊事件發生後 亞國總檢察長與俄羅斯方面通電話 當時有媒體報導稱 亞塞拜然向俄方談稱 襲擊是本國軍隊所為 但將理由歸咎於現場地形崎嶇 多物多雨的惡劣天氣等 因而誤將俄軍車輛視作亞美尼亞的武裝人員 從而導致悲劇發生 分析認為 出於亞美尼亞逐步向西方靠攏 普京此次有意大事化小 但也分析指 亞塞拜然軍紀幻散不張 且也不排除是軍隊中激進主義分子故意所為 目前有涉事的亞塞拜然士兵被捕 當時的指揮官和武裝部隊司令也停止調查 兩國將組成聯合調查組 徹查此事 里程碑 烏克蘭裝甲車突破俄羅斯東南防線 烏克蘭軍隊用裝甲車突破了俄羅斯在該國東南部的主要防線 這是為期三個半月 旨在將俄羅斯佔領軍一分為二的反攻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烏克蘭空襲部隊在該地區的一名軍官說 烏克蘭軍隊克服了扎波羅熱州維爾伯偉村附近被稱為龍崖的壕溝和混凝土塊等反坦克障礙 使裝甲車得以通過 公開來源的情報評估顯示 俄羅斯砲擊烏克蘭車輛的視頻似乎證實了這一突破 突破口很小 而且爭奪激烈 俄軍正在用火炮轟擊該地區並發起反擊 烏克蘭部隊傷亡慘重 但是如果烏克蘭人能夠站穩腳跟 他們就可以設法駕駛更多的裝甲車通過缺口 打入防禦較弱的地區 這一事態發展使烏克蘭的反攻處於關鍵時刻 烏克蘭希望向南挺進亞素海 切斷俄羅斯沿俄羅斯大陸和克里米亞半島的不極限 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阻礙俄羅斯守住其仍佔領的近20%的烏克蘭領土 即使烏克蘭軍隊無法抵達海岸線 但進一步的推進可以讓他們用火箭彈和大炮瞄準俄羅斯的不極限 從而阻礙莫斯科支持其佔領軍的能力 歐盟表示 70%擊斃烏克蘭人的高科技通過中國到達俄 歐盟負責執行制裁的國際特別代表大維奧沙利文表示 高達70%擊斃烏克蘭人的高科技進口產品通過中國到達俄羅斯軍方 南華早報報導稱 歐盟官員目前正在努力解決如何阻止貨物的流動 這些他們正在擊斃烏克蘭人 奧沙利文20日在布魯薩爾舉行的一次活動中表示 現在我們需要更好的理解這意味著什麼 其中有多少產品實際上是中國自己生產的 有多少是在中國生產但採用了西方技術的 有多少來自其他渠道 然後通過中國再出口 奧沙利文表示 這些產品正在殺死烏克蘭人 一旦他們去了俄羅斯 我們就知道他們不會成為消費品或無辜的活動 他們將直接進入軍工聯合體 生產殺傷力更強的武器 所提到的產品是具有民用和軍用用途的軍民兩用產品新領域的一部分 他補充說 歐盟正在與美國 英國和日本合作 切斷莫斯科這些商品的供應線 奧沙利文說 我們向中共當局建議 這些公司本身可能會根據歐盟制裁政策重新考慮他們的活動 這顯然將是一場複雜的商討 不過他也表示 與中國的任何討論都很複雜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暗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以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